好 应一年度的讯息以及台风季节的来临 售风乡公所16号下午在平和国中老西提防旁边 进行一年一度的防汛演习 那么售风乡长曾淑义希望借由每一年的防汛演习 来强化民众救灾进行应变的能力 以被灾害发生时能够将伤害降到最低 售风乡113年度防汛强险演习 16号下午在平和国中老西提防旁举行 近百位军警消防与民间救难员员 实际模拟民众受困救援几个事灾害应变 来来来先做 来 拉石来 来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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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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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情的防洪板相较于传统的杀包 尽量化设计 组装快速 更能够有效抵抗急流 这次防汛演习也结合社区居民与学校 演练过程逼真 乡长增熟益希望 乡亲平时都已经建立相关防灾议事 并且做好准备工作 当汛期或是复合式灾难来临时 就可以减少生命财产损失 去年的教训 就是台风没有到我们花园来 不过它的雨量两次 创我们这几十年来的两次 起始到我们受风箱 今天的演练 希望大家能够集中力量 来把这个演练过程记住 受风箱涵盖了重骨的地形 还有海岸线非常特别 整个花园线就只有你们游位 所以天灾的情形非常非常的多变 那我们透过这一次的演练 再加上你们刚刚这个人员救护的加码 我想这个都非常的特殊 而且有必要性 从零四零三大地震后 花园地区于震不断 迅气又将来临 受风箱公所规划复核式灾难进行演练项目 这是希望强化民众以及相关单位 救灾紧应变的能力 记者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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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